虽然在台湾研究植物的人数不多 但是植物学家们都会很珍惜相聚的机会 每一年国内都会有植物科学的相关活动 而今天要介绍的这个活动 是两年一次的植物分子生物夏令营 通常都会办在各大学校的实验林场 配合户外活动 不仅可以让学者们做科学交流 还可以亲近大自然 洗笛身心灵 今年的夏令营是由台大植物科学所主办 所以理所当然会办在西头森林游乐区 不过今年遇上肆虐全球的武汉肺炎 主办单位也是很用心的推出自制的防疫追踪 除了基本的会场佩戴口罩与干洗手外 也让后续能够执行科学疫调工作 真的是非常的用心啊 既然是三天两夜的科学夏令营 主题当然是科学交流 除了邀请各领域专家上台演说以外 也让新晋学者们有机会展现自己的研究 会议中间的查续时间 大家更是把握机会联络感情 或是谈论科学 最可贵的就是 大会让还在摸索的学生们 也能有一个舞台来报告自己的主题 并且借由张贴海报 跟全台各地到来的学者们互相交流科学资讯与科学进程 会后也有颁奖典礼 让做得好的学生们有一个被表扬的机会 精进大自然当然是我觉得最重要的重头戏咯 大会给了我们很多自由活动的时间 可以跟着大家在森林里散步 吸收森林的各种精华 让每次的会议更有动力哦 西头甚至有天空步道 可以让人们走在树冠层间 看看平常看不到的视野 也可以找找看树丛间 有些你可能没有看过的植物呢 不过因为本人有点居高 所以全程无法往下俯视 导致影片的视角可能与正常情况有点不同 请大家见谅咯 三天两夜一下就过了 也因为疫情的关系 让植物科学家们并没有办法出国与国际交流 不过国内疫情相对趋缓 让学者们更珍惜有这样的机会 可以聚在一起谈科学 当然也包含藉由娱乐来交流感情哦 还可以运动强身健体呢 谢谢台湾植物学会与主办单位的用心 让这次的大会能圆满成功 期待下次大家再一次相聚 让台湾的植物科学更加往前迈进 成果能够受到全世界的注目 台湾植物科学加油 学生们明天就要上台比赛了 我相信今天晚上他们应该很认真地在练习吧 想不到 哈哈没有人在管比赛的啦 先放松再说啰 哇 嘲嘲哈哈 嘲嘲 大家好 我就要翅白去拉 哎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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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如何 呜 哦 rip 不知道 intend 第 bucket 进年 祝 sed 拿 我们 他是 哼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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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